今天我要讲什么主题呢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 2024总统大选 如果赖清德当选 赖清德当选之日呢 就是中和大陆这边穷台启动之时 之前大陆商务部前几天才公布了 就是他有这个开启了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贸易壁垒调查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讯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上次讲我今天再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贸易壁垒调查 以及会对我们的影响 来先把自己缩小 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 我觉得他这个报道很棒 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的 大陆对我贸易壁垒调查 涉及两千多项 两千四百五十五项产品 台商就说 单方面让利的时代结束了 那这个大陆的这个调查 可以延长到 我们的大选前一日 哇这个针对性其实很强 那大陆台商表示 这张调查之后 可能就是对台湾反制或制裁 一级就是台湾海峡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GFA为基础 大陆单方面让利的时代结束了 上一次我有讲就有可能 就是EGFA就要结束了 就回到WTO架构 好公平贸易 来 这边呢 这个贸易壁垒调查 涉及两千四百五十五项产品 主要包括农产品 五矿化工 纺织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联合报整理的这个图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来这边 首先是我们 我们进大陆的这个农工产品的输入占比 农产品我们总共有一千六百 一千零六十六项 一千零六十六项 禁止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这边输入 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六 蛮高的比例 都是禁止的 就是说我们对台湾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农业 农产品的部分 农业是采取一个相对保护 保护本地这个农民的这个做法 所以就是说 不要让对于这个一千多项的这个农产品 不要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农产品进来 这个是基于这个保护主义 它不是一个公平贸易原则 它是保护主义 相对的大陆来讲 大陆他们没有禁 没有禁止我们的这些农产品 输入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基于ECFA两岸贸易 协议架构下的一种特殊情况 它不是WTO的那个公平贸易架构 那工业产品也是 一百一千三百九十四项 百分之十四的这个比例 我们是禁止大陆出口 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台湾的工业 从业者基于保护主义 所以这是现现况 我们对大陆我们是采取一个很多很多项产品 我们是采取禁止的状态 那之后如果就是这个贸易壁的调查开启了以后 那大家就是公平嘛 你要开放 你不开放我也禁止 你就大陆也可以禁止 也禁止台湾 输入台湾的这些产品 那就伤害到 不管是我们开放大陆的 相对来讲 比较 比较廉价的这个农产品进来 当然会冲击本地市场 那就会伤害到本地的农民 或者是中国要求 我们开放我们不开放 那中国大陆这边 他也可以禁止 那他禁止我们的这些农产品 输入中国大陆以后 那对我们这些本地的农民 他本来就有这个出口的生意 但是他现在没有了 那对他也是个伤害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伤害 都是伤害 这个伤害造成定了 而且这种产业 他是产值不高 但创造很多就业人口 所以真的会冲击到一般老百姓的 好来 下面这个联合报整理了 就是我对大陆与全球贸易 这个很夸张 非常非常夸张 我们对中国大陆 韩香港的这个贸易顺差 2022年 2021年 2022年都超过1000亿的贸易顺差 一年超过1000亿 对全球的贸易顺差 当然包括所谓蔡英文在推动这个新南向 新南向 全部加上欧美什么 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就514亿的贸易顺差 中国大陆加香港就1000亿的贸易顺差 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 就是我们赚很多大陆的钱 讲白了就是这样 大陸的这个对大陆贸易出口 对我们台湾的经济是非常非常非常 再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非常重要 看到这个表你就知道 全球贸易顺差也不过500多亿 大陆一家就1000亿 那他就是你的超级超级大客户 这有什么好说的 好来 这个是联合报整理的这个 台湾不准许输入的主要大陆货物品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 这个表里面列的这几项 就是大陆不准输入台湾 就是对台湾保护台湾 本地的这些农民或企业的 这些产品有哪些 禁止大陆输入台湾的产品 肉品啦 什么什么猪啊 鸡啊鸭啊 这些什么 冷冻各类肉品啊 都不准大陆的进来 这保保护本地产品 但是我们却却让美猪美牛都进来了 反正就是这样 肉品类的是不准大陆输入台湾的 还有水产品 水产品海鲜也是相关 鰻鱼啊鲑鱼啊什么这些 生鲜什么就保护台湾的农民啊 保护台湾的农民还有蓄产品 水产品都是 植物相关的 这个也是哦 这个植物啊 当然当然花卉果树了 这个蔬果我们来看蔬果 基本上水果啊 我们可以看什么冷冻蔬菜啊 包括苹果柑橘芒果啊 芒果之前 那国台办那边不是就是说 啊我们要禁止台湾的这个芒果 啊禁了没啊 我不知道了啊 草莓四加 对四加禁止 四加芒果禁了没我忘了 好吧是不是禁了啊 反正四加也禁了啦 然后这个农委会陈吉壮 我要跟WTO去去申请这个什么申诉啊 去状告WTO 你告个屁啊 我们都禁止人家四加进来 禁止人家芒果进来 人家禁不是刚好吗 这符合WTO原则啊 靠杯勒 好啦来 乳制品啊 还有这些 你看 所以大陆的牛奶 我看到这个也是牛奶鸡蛋 我们台湾现在鸡蛋缺鸡蛋 缺到台语讲缺到靠杯 大家抢鸡蛋抢翻了 结果我们是禁止大陆鸡蛋输入台湾的 透明奇妙 然后我们去跟什么泰国 泰国鸡蛋有比大陆的好吗 我是不觉得啦 反正你干嘛 你拿鸡蛋去沾寿喜烧是不是 反正你都是熟的嘛 你拿来乳酸蛋啊 哪有差啊 好啦 反正我们是禁止大陆鸡蛋 就是输入台湾的 哪怕台湾缺鸡蛋缺成这样 也禁止 那酒类啊 什么油类 五谷类 很多 这些食品都是哦 还有什么饲料工业品啊 原料什么 你看这些都是禁止大陆输入台湾的 那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都是 很多民生啊消费啊这些产品 就是要保护台湾本地的企业嘛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如果啊 这个大陆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贸易壁垒调查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一天结束之后 结果啊 竟然是赖清德当选了 那基本上就开始启动了啊 我们这些禁止大陆输入的大陆都可以要求我们要开放 就公平贸易吧 那很明显的就会立刻就会对台湾的这个企业产生一个伤害啊 那所以我说嘛赖清德基本上2024赖清德当选之日啊 就是大陆这边穷台启动之时 而且这个启动会造成伤害的启动啊 他会造成很大伤害啊 而且 陈吉仲也不能说 我们要状告WTO 因为这是符合公平贸易原则的 你去告告个屁啊 现在是人家让利我们好不好 那该怎么讲呢 这个如果到时候真的赖清德当选 穷台开始 那对台湾这样来讲 这个叫求人得人嘛 那大陆的网友就说求垂得垂 不管怎样 求人得人 其实台湾人没在怕的啦 我记得我之前跟那个什么 台湾大叔吧 是不是啊 台湾大叔的对话 就是说台湾人有一种性格叫做什么 你越跟他讲会死 他就越要不怕死 他越不怕死 就是一种那个叫什么 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三行的那种性格啊 就是 呃 很倔啦 你跟他讲会危险会死 你小心 他就硬要 我最勇啊 就是台湾人的性格 大叔这样讲 所以 没有在怕的啦 台湾求人得人 你进就进啊 台湾哪有怕 我们刚好扩展其他国家贸易 对不对 我们对你贸易顺差 一千亿 一年又怎样 我们对其他国家贸易顺差 可是有五百亿呢 啊 你看有多大的成长空间 哦 好了 自己讲的都心虚 好了 你看立陶宛可以帮我们买多少 买个几百万有没有 不知道 但是我讲啊 如果真的 大陆穷台启动 台湾人真的不怕吗 台湾人真的不怕吗 还是你只是嘴巴讲不怕 你心里面根本不知道 这个 每年对大陆一千亿的这个顺潮 对台湾的帮助有多大 你心里根本没有一个概念 那我现在就跟台湾人讲 如果到时候大陆真的 所谓的穷台开始 事实上对他们来讲 也就是 也就是 回归一个公平贸易的轨道上 如果大陆真的这样做 那对台湾 穷台开始对台湾伤害有多大 你们这些不知道的 我告诉你们 对台湾伤害有多大 看清楚这个数字 一千亿每年的贸易顺差 一千亿美金哦 一千亿美金每年的贸易顺差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到底怕不怕呢 来第一个 健保连续五年赤制啊 2021年短缺176亿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健保 健保署公布财务资讯啊 2021年 财务短缺176亿元 累积916亿 那这个当然是台币啦 所以健保的这个财务赤字 916亿 916亿台币 换算成美金 30亿美金 是30亿 对 30亿美金而已 对不对 我们对台湾贸易顺差 不是我们对台湾 我们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 就一千亿 所以如果真的 为什么能够cover得了 这个健保 对不对 一千亿赚那个钱 所以我们健保才能够继续下去啊 我们台湾一天到晚在那里讲 健保健保健保多棒 大陆啊 都没有 有没有想到我们赚的这些钱 因为健保 它的整个 虽然它赤字916亿累积 亏损 感觉好像很多 但是对我们整体这个贸易 我们台湾外贸导向赚的这个钱来讲 还是台湾的这个财政收支是可以cover这个缺口的 所以我们现在才才才才有这么好的这个健保可以可以享受啊 才才能够想这么好的医疗加上我们的医生又爆肝对不对 健保的财财务缺口啊 再来 台电 干这个缺口就大了 连两年总共亏损了5460亿 连我们超增收红包都给分给他 之前不是我们那个税收超增吗 然后全民发6000块红包 但这不是全部哦 有一部分都补给台电的亏损了 台电亏损两年亏损5000多亿啊 2022-2023两年台电亏损5460亿 还没有任列这个核四啊 核四是2800多亿的新建费用 如果按照一般企业的话 核四就要任列负债 任列负债 台电如果是民间企业早就破产清算了 但是经济部被迫当上苦主 也就是说国家买单嘛 政府买单 2023年一口气编列了1500亿的预算 认购其增资的股票 也就是说假设台电是一个公司 他亏损的不得了 但是有一个大股东啊 他一只掏钱出来补公司的这个缺口 这个大股东就叫经济部 也就是我们的政府 那政府的钱来来自哪里呢 还不是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 那当然也有很多是台湾这个出口导向贸易赚的这个钱 好 连政府要拿来发红包的4500亿 台电也分到一杯羹 所以台电两年就亏损了5000多亿 还没有加上核四 这个都已经加一加都要一兆了 台电的亏损很多 这个相对健保来讲 这个就大多了 这个洞很大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年赚大陆1000 1000亿美金啊 1000亿美金那个叫三兆 1000亿美金叫三兆台币 一年赚大陆1000亿美金 来电亏损OK的啦 OK的啦 再来 这个 这个是真的大的洞 台湾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的洞 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洞 财务恶化劳保 劳保的负债 11兆 干这个洞有个大的 来 根据最新通过202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劳保基金预算报告显示 应给付精算限值达11兆6700亿 扣除截至2022年6月底提存的8506亿责任准备 缺口高达10兆8194亿元 就是将近11兆 这还是自由时报的报导 自由时报报导 我们的劳保缺口 负债11兆台币 11兆台币 这个缺口大的不得了 我们一年赚大陆 三兆 出超一百一千亿美金了 那就是三兆台币 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钱啊 可以的补这些什么 不管是 健保 台电 还有我说这个劳保这么大 这个缺口 慢慢慢慢补嘛 就是让他不至于劳保破产 劳保破产的话 真的完蛋 所有台湾这些劳工权益 每年雇主还要提拨 这个给员工自己提拨6% 给员工 员工自己还要提拨这个劳保 所以也就是说 劳保的缺口 如果劳保破产了 影响多少台湾上班族劳工的权益 但是劳保现在随时有可能要破产 缺口这么大 那这么大的缺口 我们是怎么撑过来 还不是就是因为台湾现在有赚钱吗 这些出口这些赚那么多钱 对不对 大陆的这个 我们再看啊 这些缺口 来 我再把这个Q出来 台湾每年对大陆的这个贸易顺财 1000亿 1000亿美金 然后 我给这些数字给大家看完以后 各位 台湾勇敢的台湾人 我再说一次啊 2024賴清德当选之日 就是大陆穷台启动之时 你没在怕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影响冲击有多大 那或者是你 你知道这个影响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冲击有多大 你知道有影响 但是反正 没有怕 我们可以 可以撑得过来的 真的不怕吗 但没有关系啊 反正就是这句话 求人得人 求垂得垂 如果 2024 我再讲一次 2024 当选之日 大陆穷台启动之时 以台湾现在的这个 这些财务缺口状况来看 当我们 就很简单嘛 你就想像 是一个 一家公司 或一个个人 你的这些负债缺口这么多 你如果今天 没有这个收入了以后 你马上破产 你马上垮掉 我们为什么还没有 还不怕这些 负债缺口 就是假设一个人 他又背了房贷 又背了车贷 然后又有什么 小孩子的教育基金 又什么 每天要付这么多这么多 然后房贷还欠那么多 然后可能还有信用贷款 还什么什么 那为什么他还撑得过来 因为他每个月有赚钱啊 对不对 我每个月还有收入 是不是我每个月收入 OK嘛 所以我这里补那里补那里补 我还撑得过来 那今天当你没有这个收入的时候 你马上垮掉 就是这样很简单 你房贷就付不出来 车子付出来就卖掉 就这么简单 当你赚不了这么多钱的时候 你马上就垮了 你房贷付不出 车贷付不出 小学的 小孩子的那个什么 教育基金你就付不出来 全部都 你要怎么办 你再去跟立陶宛去 叫他多买 多给我们买一点吗 你不 台湾人真的是 不知那个 那个叫什么 抗陶摩摩摩摩西华 我不好意思 我台语讲不好 反正就是一句话 就是不知死活 你把那个头都盖的 你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就这样 所以 当赖清德当选 大陆穷才启动 就是台湾要走向破产的时候 慢慢走向破产 因为这个冲击会非常大 你就想象 当一个 一家 一家之主 或一个男人 一家之主 他要背家里的房贷 车贷 小孩子的学贷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加上 嗯 那边的投资 或者是保险 每个月 这样付付付付 付一堆钱 那他为什么还撑得出来 撑得过来 我在讲 那就是因为他收入还不错 他收入还高 所以他可以一直去撑 但是不代表他还得轻 他可能都还不清 房贷可能都还不清 那个那么多钱还不清 但是因为 他还有收入 所以他每个月跟银行就付不付 那当他收入变成只剩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看他怎么过 啊 房子是不是要卖掉 是不是本来还可以带老婆去吃一顿好的 动不动就吃大餐 现在一家一家人就缩一节食吧 就是这样 对不对 购物什么 老婆还可以买个Gucci包 现在买个屁Gucci包啊 你拿那个购物袋去买东西就好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啊 一定会影响的很大的 再讲一次 赖清德当选之日 大陆穷台启动之时 同时也就是台湾要走向破产的时候 台湾人仔细想清楚吧 我数字都给你们看了 尤其是老保的这个缺口 吓死人 不要以为台湾真的财政状况现在很好 吓死人 好不好 好险我们现在还赚那么多钱 如果我们没有赚那么多钱 马上垮掉 好 2024 你要求人得人的话 你就去吧 好 等下开放DiscoCoin 等下开放DiscoCoin 好